来到泰鲁阁国家公园的游客 一定会来到东西横贯公路牌楼来拍照留念 而由于东西横贯公路牌楼年久失修 而且有破损的情形 鲜云正宝秀向泰管处反映 同时获得支持编列预算修缮 在9月份之前会重新修缮完成 泰鲁阁国家公园坐落在花莲台中南投三线 范围涵盖六西峡谷 东西横贯公路沿路以及外围山区为主 出发公路和中横贯公路交接处的东西横贯公路牌楼 是泰鲁阁国家公园东京入口 也是非常著名的景点 很多游览泰鲁阁行程都由此开始 由于牌楼年久失修将会影响到花莲线的大门面 现在正宝秀也向泰管处来反映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这个东西横贯公路这个牌楼是等于是我们花莲线的指标 然后因为年久失修真的是非常的丑 而且也看不出来是一个观光的古蹟 因为这个东西横贯公路牌楼是在民国四十九年 五月九号就已经开通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那已经有经历了六十二年的历史 那我是希望既然我们花莲线是观光绿线 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单位现在移拨给这个泰管处 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弄漂亮一点 就是我们花莲线的一个指标 希望泰管处既然以波给你们 希望能够继续维护 不要等到失修了以后才来大整理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 应该逐年或是说两三年就来维护一下 让我们花莲的这个门面更漂亮 先议员正好修表示 他是新城乡修隆乡的先议员 在他小的时候牌楼就已经有了 可以说是他小时候最美的记忆了 来到这里一定会来牌楼拍照留念 可以说是花莲线的大门面 尤其国际观光游客必有之地 可以说是花莲线最具特色的美丽地方 希望泰国处能够修缠牌楼 让大家来到这里打卡留念 暂时看到花莲的艺术之美 记得喜欢修行为了